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目前的成都视频赛马上就要袭来 那么我们国平大队伍呢也正在成都呢进行备战 从目前来看随着这场比赛即将到来呢 我们看到包括日本的那些对手都已经官宣了 他们这种参赛的大名单 所以很多球迷啊也在最近呢一直在热议 就是中国队这边呢到底什么时候官宣这次的名单呢 我们又有可能是拿十个球员能够代表中国队 参加这一次的视频赛取得更好的成绩呢 那么接下来不妨呢和大家来具体的分析一下 也和大家来说一下目前整体的大名单呢 发生一个整体大反转的情况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队的一些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从目前来看的在此前呢 其实大家都热议了这一次的名单 甚至呢上了热搜 也看得出来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 那么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从网络上透露出的一份名单 来看呢 其中在女队方面呢 有一个队员也是被透露呢 有可能会参加就是陈信通的 按照目前网络上曝光的这份名单来看 在女单方面啊 在女拼方面的团体赛呢 我们看到这五个球员呢 分别有可能就是孙颖萨 陈梦 王曼玉 王毅迪 以及这个陈信通 那么这份名单呢 也是网络上曝光了 目前呢没有经过官方的证实 所以大家呢听一下就可以了 从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陈信通一旦参加呢 那么可能后续对我们中国女主 啊女拼而言呢 整体的一个实力呢 就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 因为在此前陈信通的整体表现 不算是特别的出色 所以大家呢 可能也没有料想到 他这一次呢 会出现在网络曝光的一个名单当中 当然从目前来看呢 网络上虽然说曝光了这份名单 但是考虑到陈信通在近期呢 被我们国拼安排参加了另外一项 阿曼的常规挑战赛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女啊 女拼而言的话 这一次陈信通是否能够参加视频赛呢 也可以说情况发生了一个大反转 根据媒体的报道 在这一次最近9月4号到10号进行的 阿曼挑战赛当中呢 陈信通已经确定参加 而我们考虑到成都视频赛呢 在9月30号要进行 那么距离这一次阿曼的比赛结束之后呢 只有20天的时间 对陈信通而言是非常紧张的 所以他是否能够从国外赶回来 立马马不停蹄参加另外一项比赛的话 现在呢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对于刘国良而言呢 这一次也有可能呢要忍痛割爱了 当然除了陈信通的整体情况 发生了一个变化之外呢 那么另外林高远这一次 整体参赛的一个情况呢 也是发生了一些啊 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知道在此前的整体的一个比赛当中呢 不仅是WTT的冠军赛 以及后续的常规挑战赛 林高远呢都是暴冷出局 所以很多球迷其实并不看好呢 他接下来有机会能够参加这一次的视频赛 但就在最近呢 根据媒体以及林高远的球迷 社交平台当中透露的一个消息呢 他们是表示林高远在最近呢 已经是坐飞机赶赴成都这边参加集训 那么接下来来 整个局面呢就发生了一个突变 在此前大家可能会认为林高远呢 没有办法或说没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视频赛 但从目前赶赴大部队参加集训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那么目前来看呢 林高远呢还是有一定的希望呢 否则也不会在这个时间呢 赶赴成都这边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包括林高远和陈信同 整体参赛的一个情况呢 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接下来的话 对他们两个人而言呢 是否能够参加比赛呢 我们啊真的要打算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么后续啊 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中国国家队这边呢 最终官宣的大名单 在此之前呢 也只是网络上那些传言以及分析而已 我们呢还是要以团队官宣的为准 当然最终呢 我们只有一个期待 就是说呢 希望所有有好的表现 好的成绩的球员呢 才能够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毕竟呢在家门口 我们真的不希望一些球员 因为自身能力的问题呢 拖了整个球队的后腿 好了 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劳球 拜拜